整个缅甸非中央控制区的局势异常混乱,这种情况根源于缅甸的国家形成过程,19世纪末,英国通过三次英缅战争占领了缅甸、山邦等地区的土司,被迫臣服于英国,英国统治期间,山邦被划分为34个小邦,表面上统一,但实际上分治,二战期间,日本占领了这些地区,战后英国再次返回。 缅甸是具有浓郁佛教氛围的国家,同时是小圣佛教的发源地,街头巷尾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身披袈裟的僧侣,据不完全统计,缅甸僧侣多达40多万,同样在缅北国感也不例外,西俄佛寺第九届诵经佛会正式开幕,此次佛会得到了同盟军外事部彭坤部长的亲力赞助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一同参加开幕式,还有彭德仁的夫人李珍珍,以及来自国感等地的信众们一起跟着随念诵经文,而在接下来的七天里。 整个佛寺都将会烛火不断,惊声不停,想以此来保佑国感境内风调雨顺,百夫并生,事实上,不管是四大家族的时代,还是彭德仁的时代,都离开不了佛教的力量,包括缅甸最高领导敏大将,今年也开始不失僧众,在国内修建重要宝塔,经常请示佛教领袖的意见。 力图证明自己是传统意义下的合法统治者,这一举措无不展现敏大将的机制,巧妙利用宗教的力量来为自己造势。 同样,彭坤作为外事部部长,如何宣传同盟军是他首要的工作,而利用宗教?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渠道,毕竟缅甸还是僧侣在人口占比极高的国家,僧人在缅甸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。 俗话说,佛度有缘人,铁打的寺庙流水的政权,虽然白锁城时代的各个家族代表也是经常光顾这个寺庙,比如白英能、魏荣等人,但丝毫不影响住持看待彭坤的态度,依然是这么亲切,似乎这才是家人一般,除了宗教的力量,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根本该一群和蔼亲切的大娘出场了,对这彭坤续道着彭德仁和同盟军好啊。 一副诗歌多年再次与故人团圆时的表情。 那眼泪必须到位,眼看分为烘托至此,该彭坤发挥了,耐心着回答每一位大娘的问候,并转达了彭德仁对大家的牵挂,希望大家对同盟军有信心,一定会带领着大家攻坚克难,过上平,幸福,奔小康的生活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果敢形势危急,看似平静的果敢,实则是暗流涌动,虽然说果敢同盟军光复果敢的这几个月做了很多工作,比如,办理赞助证,机动车换牌换证,制定临时刑法,改造城市面貌。 但是这些工作,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。 本是什么?本是群众的饭碗,是人民的生计,同盟军做的这些工作,从大体上改善了整体环境,但是人民的生活问题,没有得到改善。 如果一个地区,没有就业机会,群众就会自己想办法活下去,至于是什么办法? 有的人可能想着自力更生,有的人可能想着歪门邪道,举几个最近发生的例子。 一,就在五月的最后一天,有人给金象城治安大队送来两面锦旗,还有一头牛,锦旗上分别写的是正义卫士,社会良知,义政词言除强服弱,勤政为民连结奉公,这是怎么回事? 在四月二十八日,一名男子报案称,自己在东城被五名持枪男子绑架,并索要高额钱财,男子为了活命,只好交钱,才得以脱身。 出来之后,他就报案了,果敢的治安大队联合刑侦大队,仔细摸牌,深入调查。 最终将这五名持枪犯罪分子抓获,并追回七十八万人民币,交还给报案人。 为了表示感谢,报案人送来两面锦旗和一头牛,一头牛现在的市价大概一万多块,帮他追回七十八万,送一头牛来慰问一下,合情合理。 二,前两天,六月五日,果敢杨某给治安中队送来一面锦旗,上面写着为民办实事,人民好警察,这又是怎么回事? 2024年六月二日,果敢杨某发现,家中有人正在盗窃,双方发生短暂的拉扯后,盗窃者带着到手的财物和现金,迅速逃离现场。 报案后,办案人员仔细排查,就在当天晚上,就将盗窃者抓获,关成功追回现金一万七千七百元人民币。 还有一些大金链子和翡翠,看样子,杨某家境富裕,为了表示感谢,杨某特意制作一面锦旗,送到治安中队。 三,在六月四日,一名果敢金像城区三社区五祖的村民,上到城外山顶采药,误采重地雷,又脚掌被炸断。 这些雷都是免军撤退时埋下的,为的就是祸害同盟军,祸害当地百姓。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,没有全面排雷,也就是第一特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地盘上,还有很多隐藏的雷,随时都可能被人踩中,山下的群众听到爆炸声,迅速报案,同盟军组织人员上山查看。 发现了这位果敢群众,金像城可是主城区,如果没有工作,靠什么生活,所以,村民就想着上山采药,然后卖点钱,用在生活上,再看前面的两个案例一和二。 一个是持枪绑架勒索,一个是入室盗窃,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?还不是没有生活来源吗?还不是没有工作吗?果敢没有经济产业,现在很少有人赶过去投资,所以工作机会很少。 那么多群众没有工作,吃什么啊?可以说群众的生活陷入了泥潭,果敢现在大的局面是稳定了,但是群众的生计问题,急需解决。 在生存面前,道德啥也不是,先活下去是人的本能,现在的果敢,犯罪事件飙升,有的在路上抢,有的入室盗窃,有的持枪绑票,所以在5月22日,同盟军紧急出台一个临时刑法,正式的刑法。 他们还在制定当中,就是为了阻止犯罪,但这也治标不治本,洪水爆发,光靠赌是不行的,治本才是长久之计,同盟军补齐5000万的窟窿。 同盟军最新消息,果敢老街终于要来电了,郑康县电力部门将于2024年6月1日恢复对低特区老街市的电力供应,时隔半年的暗淡。 低特区终于迎来曙光,这将是一针最有力的强心剂,铜电之后的果敢老街必将更加繁荣。 要知道,自从在去年11月份,郑康县对果敢地区断电后,就再没有恢复过宫电。 这主要有两点原因,其一就是,在当时的果敢地区,聚集了数万电炸份子,断电是也在情理之中。 其二就是,白锁城还拖欠了5000万的电费,彭德仁接管果敢后,多次谈判,希望免除这电费,毕竟这电同盟军可是一点电都没用啊。 然而城市总是要发展的,没有电力,就意味着各行各业都极其不方便,并且还要增加高额的用电,发电成本,这笔账怎么算都花不来。 经过这两个月的税收,同盟军总算是凑齐了电费,而郑康县在此期间也是着力修复电路。 预计6月1日恢复供电,而老街州副市长下达指示,在电力供应正式恢复之前,要求各区,各小组负责人,一定要通知各个单位,部门,企业,群众等等,务必要检查自己的电路问题,确保没有安全隐患,沿进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这也意味着,果敢老街将会迎来新的机遇,新的挑战,将会涌入更多的投资商,一同建设果敢,此时的果敢百废弹心,可彭德人却早已布局做好了准备,即便在停电的阶段,彭德人已经开始对果敢地区进行大改造,新建道路,主抓教育。 医疗改革,稳定民生,除此之外,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做好准备,迎接恢复宫殿后整个老街市全面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山邦如果成功独立建国,山邦实际上处于高度自治,乃至准独立的状态。 作为缅甸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区域,山邦占据了缅甸国土的四分之一,面积达到15.5万多平方公里。 但这里的主要居民不是免族,人口约633万,其中,胆族、歹族占总人口的60%以上,此外还居住着国敢族、汉族、克钦族、景坡族以及瓦族等少数民族。 然而,山邦并没有因为胆族的主导而形成统一政权,反而呈现高度分裂状态,大致分为南山邦、北山邦、东山邦三大部分。 其中,东山邦又分为以汉族为主的国敢地区和以瓦族为主,但分为北瓦、南瓦两部分的瓦邦,还有位于最东部的多民族聚居区小猛拉。 山邦是缅甸联邦中一个高度自治的少数民族邦。 其内的国敢——瓦邦、小猛拉与山邦的第一。 第二,第四特区身份享有更高的自治权,维护这些地区长期独立自治的武装力量,包括国敢同盟军、瓦邦联合军、小猛拉军以及南山邦军、北胆邦军等。 这些力量长期与缅甸政府军及其支持的民团进行军事对抗。 此外,与善邦接壤的克勤邦、克耶邦、克伦邦等地存在多支民族武装。